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毛编本书籍 左边这个是正常的书籍 右边的是毛编本 正常书籍呢,我们可以看啊 它的这个地角,梳口,还有这个天头 都是经过裁切的,非常整齐 对吧,就是正常的书籍 那么毛编本呢 可以看,它的梳口都是未经裁切的 很多部分是粘接在一起的,对吧 还有,这个地角也是 没有经过裁纸刀裁切 我这本毛编书的天头部分呢 经过折叠压旗 便于倒立在书柜上 这是去掉腰疯以后的整体效果 背面的 很多这个毛编本的爱好者 收藏者 买回来以后主要不是用来阅读的 而是用来收藏的 所以他们一般都会买两本 一本正常的,一本毛编本 一本藏,一本读 当然也有很多爱好者 是边藏边图 那么呢,就需要把它裁切开来 你看这里 它都是粘连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需要用裁纸刀 先把天头的部分裁开 就像我这样 裁成两部分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书口还是粘接在一起的 还需要再裁开 这就是上世纪著名的作家 文学理论家唐涛先生所云的 边才边读的特殊的乐趣 我这本文化兼礼 优化与创意 是业界第一本 阐述文化兼礼理念的书籍 可谓具有了开宗立派的学术价值 再加上印量非常少的毛编本 所以就有双重的保值 还有作者的亲笔签字 好 欢迎大家收藏我的业界第一本 文化揭秘书 毛编版